在穿过漫长的地下通道后 368名考生进入了施美勒师弟 这里积析着众多千奇百怪的生物 齐杰萨茨总是提醒众人 一定要跟紧他 随着雾气剑农视野受限 有几个家伙盯上了身手不凡的吸索 他们准备趁此机会将其干掉 剑拔弩张的气氛引起了奇亚的警觉 便告诉小杰先跑到队伍的前面去 尽量远离吸索以免遭到波及 然而神经大调的小杰并没有意识到威胁 还在大声招呼斩雷欧丽与库拉皮卡 此时两人处于队伍中央 只能跟着前方模糊的身影行进 根本没有多余的体力加快速度 突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前方的人群竟然接连消失了踪迹 脑袋仿佛被莫名的力量期间斩断 不等他们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并看见半空悬浮着许多巨大的草莓 紧接着就有凌厉的惨叫声传来 通过搅散的雾气 一只巨大的耍剑草莓拦在了众人身前 这种猛兽喜欢猎势人类 考生稍有不慎就会沦为他们的盘中餐 众人顿时乱作一团四仨而逃 不远处 一些迷失方向的考生也面临着险境 地雷菇一旦被踩踏 就会喷洒出有毒气体 轻易地置人于死地 在这里 哪怕是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蝴蝶 也能够散播催眠脸粉 让范围内的生物都泄入昏迷 这片湿地到处充滞着欺骗 虎人鸭更是可以模仿人类的声音 误导考生走进长满尖刺的深坑 成为他们果腹的食物 听着迷雾中此起彼伏的爱好 小杰和奇亚虽然有所防备 但还是落入懒人蛙的圈套 被他一张大口直接火吞 那边 雷欧丽也差点成了耍剑草玫瑰的点线 幸好有库拉皮卡在一旁侧影 用双肩棍狠狠砸中他的眼睛 雷欧丽这才得意逃出生天 身处懒人蛙服装的奇亚灵激动 用东巴之前给的有毒饮料 或使懒人蛙一阵烦恶 将他与小杰吐了出来 而掉队的雷欧丽与库拉皮卡拼命赶路 刚好碰到一群人将西索围在中间 他们早就对西索的所作所为怀恨在心 认为西索这家伙不配成为猎人 并威胁他不能再参加猎人考试 否则现在就干掉他 但西索的深情满是高傲与不屑 甚至有恃无恐地嬉笑起来 他不慌不慌地掏出一张黑桃寺 就在对方群起围攻之际 西索以极快的速度挥出一个圆圈 刹那间一股强劲的锋刃席卷开来 西索的实力竟这般狠辣 对手还没进肾就惨遭秒杀 带头者当即吓出一身冷汗 刚想开溜就被西索一记精准抛头 钉死在了当场 而西索也发现了旁观的雷欧丽和库拉皮卡 他带着冷冽的气息浑浑向两人走来 库拉皮卡心知彼此学术太大 即便自己与雷欧丽合力 迎战西索也毫无胜算 何况现在没时间和西索做无谓的缠斗 因此他暗中提醒雷欧丽分头撤离 随着库拉皮卡一声令下 两人头也不回道 拔腿就跑 西索见状别作罢 毕竟强者还是更适合优雅的踱步 可雷欧丽向来要强且有个性 他不甘心什么都没做就狼狈的逃跑 就算知道自己不是西索的对手 但他还是选择折返回来 拿起自己丢失的尊业 雷欧丽竟直攻了过去 然而他手中的木棍却触若无物 根本无法伤及西索 西索绕到雷欧丽背后 眼看雷欧丽一是危在旦夕 一根吊杆却突然袭来 打断了他的动作 另近一看 出手的正是小杰 西索的脾气喜怒无常 见这个小鬼将吊杆当作武器 受挫的西索一时间也来了兴趣 他抬步向小杰步步逼近 雷欧丽以为西索要伤害自己的同伴 便奋不顾身地冲了过去 结果却被西索一拳打得眼冒惊心 昏倒在了地上 西索的身形飘忽不定 任由小杰如何展开攻击 命中的都只是一道虚影 这就是属于魔术师的手段 戏耍对手令人琢磨不透 小杰瞅准时机 被用吊杆掀起一片尘土作掩护 随后从死角对西索发动突袭 但西索早有预料 转而一把扼住了小杰的喉咙 他的表情近乎变态 似乎很享受小杰表现出的反抗和挣扎 就当小杰快要窒息时 西索竟松手放开了他 并以考官的姿态宣布 小杰和雷欧丽都合格了 接着他收到了一条来自同伴的传讯 上面标记出了第二次试验的考场定位 看来我们都是有同伴的人啊 留下几句不明所以的话后 西索就扛起雷欧丽转身离去 小杰心有余悸地喘着粗气 此时库拉皮卡也赶了过来 而奇亚已经来到第二次试验考场的门外 随着雷欧丽身上的香水味 小杰带着库拉皮卡匆匆跟了上去 其实西索并非考官 他所说的合格也只是在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考生 从西索战斗的招式来看 足以表明他的实力远超常人 他会凭借直觉和经验 判断考生是否具备成为猎人的可能性 从而去发觉与他拥有同样才能的人 虽然小杰与雷欧丽都败在了西索手下 但他认可了两人的潜质 觉得现在抹杀掉的话太可惜了 小杰想起自己遇到西索时的奇怪犀利 明明很害怕却没有本能的逃跑 反而感觉特别兴奋 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死亡 也让小杰涌现出无法言表的情绪 目前为止已经淘汰了220名考生 抵达第二次试验考场的仅剩148名 姗姗来迟的小杰与库拉皮卡 在人群中找到了鼻青脸肿的雷欧丽和奇亚 第二次试验的考场是比斯坎森林公园 而萨兹的任务便是奉陪至此 大门缓缓打开 映如眼帘的是一男一女两个考官 他们的身材一个娇小一个肥瘦 分别名为门奇和普哈拉 门奇立即公布了第二场考试的内容 那就是料理 众人文言都不免错愕 他们可是来参加猎人考试的 做饭算拿门子的经验 门奇笃定的补充道 第二场考试就是要求考生做出令他们满意的料理 因为门奇和普哈拉是传说中的美食猎人 而离去的萨兹正观察着考场中发生的一切 在他看来门奇与普哈拉相当棘手 绝对是考生们的噩梦 说不定会让考生的人数锐减到10人左右 本场考试的指定食材是生活在比斯卡森林中的猪 且种类不限 再用现有的器具做成美美的料理 只要门奇和普哈拉都觉得好吃 就视为合格 当他们吃不下任何东西时 试验也就结束了 普哈拉一拍肚皮 宣布考试正式开始 考生们立马争先恐后的清潮而出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曝黑的普哈拉给他们处理到大难题 因为栖息在这座森林中的猪只有一种 名为豪比狂猪 是世界上最狂暴的肉食类猪种 这种凶兽十分危险 别说捕获他们 想逃脱出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被惊扰的豪比狂猪当即发狂躁动 成群几对的猛冲了过来 他们长着巨大又坚硬的鼻子 无论是投食还是飞镖都无法奏效 考生们对时束手无策 但小杰与豪比狂猪周旋的过程中 不经意发现掉落的果子对其造成了伤害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小杰挥起料杆砸在了猪头上 正如小杰所料 豪比狂猪的弱点就是它的额头 仅一计就能将其轻松制服 众人得知后迅速重整旗鼓 纷纷出手把豪比狂猪收入囊中 不多时便人手一头猪满载而归 相较以往 今年的考生的确非常优秀 考场中垂烟四季 每个人都在认真烹制料理 可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摔跤手拓抖 将一头烤全猪放在两个烤官面前 他自信地说道 快点吃完 然后让我喝格吧 似乎已经胜利在望 对于食物捕哈辣一向来折不去 直接就取牌平定为合格 然而门奇的要求十分严苛 认为料理也应该具备味道和外观 拓抖的烤厨肉质太硬 所以惨糟 门奇淘汰 下一个上场的是光头忍者半葬 因为没有把控好火后 门奇也给出了不合格 后来者无一例外 全都没能得到门奇的认可 小杰等人并未心急 而是一直观察着局势 古拉皮卡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这场实验的课题表面上是料理 但重点在于独创性和观察力 只不过事实证明 古拉皮卡有点想多了 听从了他建议的小杰和雷欧利 也没能通过门奇的考核 尽管古拉皮卡做得非常精致 但口味上太难吃了 惹得门奇再度掀了桌子 直到试验结束 考生们全部淘汰 通过率为零 这样的结果早在SARS的意料之中 于是他掏出手机 向会长打起了小报告 考生们意识难以接受 先嚣诈要找门奇讨个说法 究其原因 就是门奇对美食太过挑剔 恐怕世界上能让他马医的厨师 都寥寥无几 可谁让门奇是这场试验的考官呢 合格与否都是他说了算 任无可忍的拓斗挥拳便攻向了门奇 而不等门奇有所动作 捕哈拉就一巴掌把他拍飞了出去 因为捕哈拉担心拓斗死在门奇手里 就在闹剧即将升级时 一道人影从天而降 落地处震起漫天烟尘 来这是一位穿着白袍的老舍 审查委员会的会长 尼特罗也是猎人考试的最高负责人 为了平息纠纷 尼特罗会长让门奇重新出题 并提议门奇以掩饰的形式 一同参加考试 若此一来也足以服众 新的考试内容是做一道水煮蛋 只是这蛋的来例却并不简单 众人乘坐飞船 来到一处叫木虎山的地方 踏步一道猎骨一分为二 本次实验的目标便是葡萄猪的葡萄猪 为了躲避天敌 葡萄猪会在悬崖峭间筑潮 葡萄猪的蛋是世界上最难获取的食材之一 也被称为梦幻之蛋 说着门奇纵身一跃跳下悬崖 只见他轻盈地抓住猪丝 在等待片刻后便垂直坠落 从人顺利取到了一枚葡萄猪的蛋 在考生们看来 门奇的行为无意于是在自杀 可门奇接触谷底的上升气流 又再度飞了上来 这番操作顿时惊待了在场的考生 而一些缺乏勇气的考生则打了推堂鼓 如此有趣的冒险 让小杰安耐不住兴奋 于是他与奇亚 库拉皮卡 还有琉璃率先跳了下去 其他人见状也相继紧随其后 可门奇还没来得及说明注意事项 考生们却已经挂满了整张蜘蛛网 看着葡萄猪的蛋尽在咫尺 一个考生就心急得贸然行动 殊不知那股伤生气流并非一直存在的 小杰耸动笔接 感受着谷底风起的时间 但蜘蛛网已经不堪重负 眼看就要断裂 小杰瞅准时机松开双手 其他人也纷纷跟上小杰的节奏 最后他们都成功拿到了葡萄猪的蛋 而上升气流也刚好吹了起来 梦幻之蛋的味道十分独特 小杰没有独吞这份胜利的果实 而是把它分享给了兔斗 通过这场考试 考生们都切身地体会到 想要成为猎人 就必须怀有莫大的觉悟 至今为止 没被淘汰的考生还剩42人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这里是菜鸟动漫社 我们下期精彩再见